我们就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面板业的财报 齐美店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一季就赔掉了200亿 全年就赔了647亿 那么齐美店公布出来 每股是净损8.81元 而刚刚也有提到台湾的四大面板厂 去年加起来的亏损金额 是高达了1461亿 已经超过其他的三大产业亏损总额了 那么现在已经直逼2008年 低远产业大亏1592亿的记录 黄海集团砸下台币239亿 取得夏普超过10%的股权 成为最大股东 也宣告夏普齐美店两大面板厂 今年将攜手一起壮大 去年面板业实在不景气 不止夏普亏损连连 齐美店30号公布去年财报 虽然去年营收达到5100亿的历史新高 但却是不折不扣的赔钱生意 本业不但大亏627亿元 税后净损更来到647亿 每股赔掉了8.8亿元 全球面板厂大亏 台湾更是重灾区 面板双虎全年亏损都超过600亿元 华印亏损124亿元 财经亏损也有74亿元 累计台湾面板厂 全年亏损金额高达1461亿元 平均一天亏掉4亿元 过去低限产业曾在2008年 创下全年大亏1592亿元的记录 如今面板产业也步上后尘 而且去年的亏损 已经超过另外三大产业的亏损总和 看来国内的面板厂 今年要拼复苏 面临的挑战可不小 东产新闻中华报道 根据到很多人这里 你不方便 我愿意 我愿意 未经许